在这影片我想跟大家探讨 什么是沉浸式英文学习 以及我们透过廖彩信老师苏丹 无痛学习一年后的成效 并且同样一套书 我们采用的方式 跟大家有什么不同 同样的苏丹 我们还透过什么辅助学习 大家好 我是Darcy的妈妈 文章连结放在描述栏 廖彩信苏丹 风靡两岸三地 在中国更是受到妈妈们的追捧 受欢迎的程度和台湾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廖老师的故事和背景 我就不相加介绍 如果不认识廖老师的朋友 可以从图书馆预约 用有声书听出英语力这本书 透过有声书学习 算是无痛英文 最轻松也最重要的一环 廖老师挑选的书单 都是国外知名同书 所以资料已经受到 海内外成千上万的人验证 使用上安全无虞 既然这么好 就按个赞吧 廖彩信书单挑选分为三个阶段 重复是廖彩信老师 替孩子选购英文绘本的首要原则 句子句型重复 是孩子语文学习 模仿阶段最主要的一环 第二 角色鲜明 画风大胆 色彩丰富的图画书 能够吸引孩子的眼穷 让孩子从大量的听 自然衔接到阅读的第一步 而不是一开始 就要求孩子学习认字 第三 透过图文并茂的知识性主题绘本 让孩子自然而然 熟悉专业领域的智慧 学习过程 廖老师秉持 事不亦没有的原则 不必先认单字 不必先学音标 不必先学文法 不必中文翻译 没有抽考问题 那么事不亦没有的原则 到底是对还错 我等一下告诉你 采购与执行方法 廖才新老师提供的 学习进换表 是一周三本书 一个月十二本书 四周以后 用两或三周 复习前面四周的书 用白话文说 就是六到七周 读九到十二本书 不过我们并不是 依据计划表的方式学习 我第一次采购 十周以内二十多本书 包含儿妈妈 之后再分两次采购 剩下的书籍 一共分成三次采购 购买以后 我以下面四个步骤代读 第一特别采购了 杂志展示型的书柜 将书本以展示的方式 以书本封面展示在书架上 这个目的是为了 透过直观的感受 吸引孩子对图画书的注意力 第二是将所有的音乐 转成MP3 放在手机以及存入 不止一个USB 所以不论在家里玩 或者是开车 都可以循环播放 第三不论是展示架的书 或者是音乐 只要以其他的注意力 就先从他有兴趣的书 开始看起 然后再从代读者有兴趣的书下手 以我们家来说 有声书阶段的代读者是妈妈 第四 听手音乐并且翻书后 从YouTube上找出书籍动画 或朗读影片 偶尔于中午用餐的时候 穿插播放影片 那该怎么找呢 把书名作者或者是出版社 打进YouTube搜索栏 就可以找到了 曾经式英文学习 这种说词是近年常常看到的说法 那什么算是曾经式学习呢 我的想法是像这样开心的泡澡 如果太少 应该就变成泡角式 如果过头恐怕会变成灭顶式 泡角式太少 灭顶式还没有培养出兴趣 就开始被单字文法抽考 这样就过头了 那该怎么样的水温跟水量 才刚刚好呢 你们觉得是一周三天 每次一个小时 还是每天一次半个小时 或者每天最少三个小时以上呢 不要害羞 请把你们的答案跟想法写在下面 供大家参考讨论 除了时间的拿捏 沉浸式的学习应该是在非常轻松自在的情况下自然学习 我曾经很希望能够帮Darcy找外国的小朋友一起玩 但这种情况是可遇不可求了 所以透过有声书的音乐故事以及观看影片的情境式是最能够替代的 线上英文学习平台 全美语幼稚园或者双语学校也是一种方法 不过因为费用的关系 大家比较难每天而且长时间让孩子上这类课程 所以这个问题我没有标准答案给你们 而且值跟量的拿捏也很重要 那我是这样做的 第一大量播放英文有声书 从一开始采购到现在 我都不是专注听一本书 而是同时将二三十首书本音乐或朗读 放在一个音乐夹 而妈妈四十四首放在另外一个音乐夹 以不重复循环播放的方式 一天就可以把书全部听完 长途旅游一趟下来 甚至能够把所有书籍的音律听熟 有的人会质疑二三十本书小孩消化不了 但是如果用这种方法只是当作听音乐 小孩在玩玩具吃饭坐车都可以听 二三十本轻轻松松一下就听完 多听几次代读的人音律就能够听熟 那等音律听熟的时候再翻书 在我还没有听熟之前 不会主动找他翻书 如果还没有听熟之前 他对某一本书感兴趣 并且要我一起看 我会特别播放那本书的音频 边放边跟他一起翻书 但以重复大量播放的方式 通常能够赶在他发现有兴趣的书之前就听熟 等听熟以后再翻书 就会觉得翻书容易很多 能够拉近英文的距离 代读者会比较有自信 孩子的耳朵很敏感 在大量循环播放新书MP3的过程 已经有好几次在开车的时候 大时在车上没有事情做 认真听着音乐 就会跟我讨论音乐中的声音 像这种情况 回到家第一件事情 我就会把这本书找出来跟他一起读 而第二次和第三次采购的时候 都是等到前一套书听熟 也看熟之后才采购下一组书 因此我们没有照着读书计划表 读的过程很轻松 没有进度要求 非常松散 但是大量的听 反复的看 你可能会疑惑 如果要采用料彩性老师 事不亦没有的原则 不能拷问孩子 怎么知道他熟不熟 我是以代读的人为标准 书中的字句都熟透了 并且听得开始有一点腻 就准备进攻新的套书 所以跟着孩子学习 家长也会跟着成长 并且采购新书后 并不是就不听旧的书了 即使到现在 我将料彩性书单当中的所有音笔 放在一个音乐的资料夹 偶尔外出在车上听 这样一趟旅程下来 就等于将料彩性老师书单当中的书 全部复习一到两遍 执行料彩性书单一年后的成果 第一次采购是在Darcy一岁十个月 最后一组采购是两岁半的时候 不到一年全部读完 而且很熟悉 那时候Darcy还不到两岁十个月 别说英文了 中文也都说的不好 怎么样衡量他的成效呢 首先他对英文的接受度很高 或许还是听不懂 可是就像我们在中文对话 他很多也是听不懂 但是不会排斥 另外从YouTube视频播放英文耳歌 和简易的英文教学频道 是没有任何的排斥感 其次呢 爸爸在三岁起 全面以简易的英文和他对话 并且引导他以英文回答 虽然都是非常简单的句型和生活对话 但他几乎能够无缝接轨 马上衔接 一开始他的回答也都是 Yes, No, I want, I don't want, I like, I don't like 或者是单字非常简单的回答 重点是他能够理解爸爸的问话 第三是打稳side words和funness的基础 三岁半以后交叉学习side words 英文常用字和funness自然发音的时候 学习过程非常顺利 因为220个常用字在儿童绘本 本来就占有75%的比重 先前大量听读 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儿童书中包含大量运文 也为自然发音war family学习 建立基础概念 当时读完书当当中的书 虽然没有强烈到傻花的感动 但等到5岁以后 他能够自主阅读 并且学习的过程很顺利 就知道是先前打下的根基够稳 像现在时常看到他自发性读书 或主动朗读书籍给我们听 这时候就觉得柳暗花明 那就按个赞吧 廖彩信书单168本够吗 有声书的重点就是 透过书籍文字和图片 加上反复听标准的英美口语 使得图像文字和声音产生关联 因此除了廖老师的书单 后来我也陆续参考 作者汪培婷 培养孩子的英文耳朵 吴敏兰 绘本123书中的书单 采购部分书籍 或者是从图书馆借阅 并且直接从大型出版社 像是Bearfoot Books Worker Books Socialistic 或者是知名童书作者 像是Eric Carr Dr. Seuss Russie Carson McInkpen Arnold Noble的书单下手 因为这些著名出版社和作者的书籍 在YouTube上 有很多朗读故事的个人视频 我会将这些朗读的声音 转参MP3 搭配书籍或者是影片播放 这样孩子在听的同时 就会将声音和图片及文字产生关联 同样的方式 我也用在Darcy初级观看的视频 像是Super Simple Songs 和Peppa Pig的影片 这些看过的影片 在孩子脑中有一定的影像 但是看太多的影片对眼睛不好 转胆成MP3以后 就可以重复大量播放 透过这种方式 就可以将情境式的学习 延伸成沉浸式的英文学习方式 所以如果问廖才信老师书单当中100本 或者是现在扩充成的168本够吗 我在采购廖才信书单100本书之前 其实已经陆续采购其他的套书 并且制成有声书 所以如果可以建议多多益善 廖才信的书单适合几岁的孩子 廖才信老师从孩子5岁开始听有声书 平均每年阅读150本绘本 而Darcy是从1岁10个月开始听有声书 如果将书单的音乐当作是儿歌 那就算是再早一点也不违和 至于年龄的上限我个人认为国小以前都很合适 这时候的孩子还在看图画书的阶段 而廖老师在书中也表示 身体年龄和英文年龄是不一样的 如果无法用流利的英文掌握一本 适合三岁幼儿阅读的英文童书 那么英文年龄都是零岁 既然是零岁就按部就班 循序渐进 从最基本的开始 把英语当作是母语来学 所以不用想太多 开始听书就对了 学习这条路不可能是零成本的 但是如果听过怀音与迪士尼应该都知道 他们最便宜的套数是10万起掉 并且不领卖 双与幼稚园或全美与学校的成本就更高了 相比廖彩性老师推荐的方式 全套书采购下来2万多便宜很多 而且廖彩性书单采购的方式很灵活 可以全套采购 也可以依据周数采购或者是单本采购 另外透过叠片播放学习的模式 在YouTube上面有非常多的学习频道 并且YouTube播放更灵活 选择性更多 刚开始入门的孩子 我都会建议从Super Simple Songs 或Super Simple ABC开始 而且书单当中的作者 像是Eric Carr Dr. Suess 以及出版社 Bearfoot Books Walker Books等等 在YouTube频道上都有动画 而上述的作者和出版社 在廖彩性书单推荐当中的比例也很大 我和Dashi将书听熟 并且开始翻书后 也会搭配中午用餐的时间 播放YouTube上面的书籍动画 加深她的印象 所以该怎么采购呢 我觉得全套的书单都很好 但是也可以先从1到4周的书单开始入手 或者从作者Eric Carr Dr. Suess 以及出版社Bearfoot Books Walker Books 有动画视频的书籍所守 总之开始大量听书就对了 文章连结在描述栏 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记得按个赞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